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只是当时站在三岔路口 眼尖风云牵脚 也做出选择的那一日 在日记上 想定沉默和平凡 当时 还有是生命中普通的一天 我常听人家说 年轻时候居住过的地方 此后一生 他都会伴随着你 痞子宝于我而言 也是这样的吧 你追着河岭 就是我们知道最高的楼 过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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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过去四年里 几乎所有的记忆 好的坏的 都与他有关了 4月21号 2021年春天的最后一场雪 我记得18年也是四月中旬 加了那年春天的最后一场雪 没想到这么快 三年就过去了 在这样一年五个月漫长冬天的城市 阳光变得格外珍贵起来 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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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来痞子报四年了 然后第一次来看日出 记忆中四年前第一次来 是那个阴天的傍晚 从机场 来着路上穿过荡摊的高楼 心中满围着期待 后来我们总是皮脆皮脆的调侃 嘴上说着他哪里都不好 临走之前 却都拼命想要借了一下他所有的美好 也想要全都让你看到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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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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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